我出门吃顿海鲜饺子 却发现旗下的艺人被人欺负 对方还扬言要打断我的头 却让我如何能忍 金匿书 我告诉你 这家海鲜味的饺子特别棒 我以前经常来 我亲爱的老板 你讨厌 啥 海鲜味的饺子 恭喜宿主 已经连续吃88顿饺子 特奖励菊花卡一张 系统大大 这菊花卡是干嘛用的 你猜 呵呵 十三先生 这边请 怎么回事 先生 先生 救救我 咦 助言哪里跑来的小美女 傻狗 多注意一点 小心有妖怪 老大被勾走 你们快看 那边打架了 我靠 这什么情况 这么多人 不会是拿着拱子个 张凤赤醋吧 贱人 竟然敢用酒瓶 抱我的头 看老子今天 不好好的教训一下你 这位小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先生 我 我 打了老子还想跑 来人 把他给我带回去 先生 这个人刚刚一直逼我喝酒 还趁机占我的便宜 我情急之下就把他打了 求你帮帮我吧 我靠 没想到出来吃个饭 还能遇到这种狗血剧情 这编剧肯定是个脑瘫 喂 哪里来的臭雕丝 还不快跌老子公 没看到我们夹趟烧在吗 就是 不然你会帮你招心 沈小姐 别以为你是绝世集团的人 老子就不敢动你 你今天不乖乖听话 一会可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几个给我上 绝世集团的人 有点意思 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 我代表月亮就定了 铁柱 好的老大 住手 哟呼 靠北 小子 想英雄就没事吗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老子今天打断你的腿 呵呵 如果我非要管呢 哎呦我去 林北给脸不要脸是吧 来人 把这个不长眼的小子 先打一顿 不用手下留情 除了是我来负责 小子 让你滚 你不滚 今天另被火逆袭 我惹你个低阶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抢人 真是找死 我靠 原来还是一个高手 饭桶 都是饭桶 林北我花那么多钱 请你们回来 竟然连一个矛头小子都打不过 真是丢你姥姥的脸 小子 你竟然还敢动手 是不是火逆了 哦 不然呢 小子 别以为你带个保镖就很牛逼 知道我是谁吗 哟 扑你阿木 我管你是谁 敢在我老大面前装屁 一会请你乌鸦坐飞机 客户的 你个毒狗 这位先生 请不要在我们云水摇撒雨 不然我就叫保安了 哟 云水摇是吧 很好 这家餐厅以后也不用再开了 还有你沈玉摇 给老子装新高是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我乖乖过来 要不然你就等着被封杀吧 到时候没有人能救的了你 你你 完了 这要是被封杀 那我这些年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关键是 眼前的人来头还很大 我完全得罪不起啊 就连公司也未必能保得住 怎么 听你的口气 这餐厅开不开 还是你说了算 小子 我可是滨海唐家的人 我爸是唐伯文 我说话到底算不算 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靠 滨海是唐家 听说那可是滨海的豪门大家族啊 旗下公司市值几千亿 旗家主唐伯文 更是滨海市客客有名的大人物 唐门商会的会长 是啊 在滨海 又谁敢不给唐伯文面子 这小哥今天麻烦了 听说这唐少牙子地包 好多人都被他踩在脚下 嗯 英雄难过美人光 什么 唐家 十 十三先生 这个人来头很大 完了 这要是得罪了滨海唐家的人 以后在娱乐圈也很难再混下去了 哈哈 一群蠢货 在唐家面前都是渣渣 我看你们谁敢说情况 喂 小子 说你呢 没听到吗 老子可是唐家的人 嗯 唐家 唐家是什么人 老大 听说这唐家是滨海的豪门望族 跟魏家有着不小的关系 哦 这样啊 哼 小子 知道我们唐家就好 就你这种小垃圾 林北这些年不知道打服了多少个 实际点呢 就给老子滚一边去 见人 你快跟老子过来 我不要 哼 啊 啊 啊 我的天 唐少都已经抱出了身份 这小哥还是没有留情 他就不怕唐家的报复嘛 哇 我把他打架 简直是太刚乐 坚毅富豪的公子哥 说打就打 混蛋 你 你竟然还敢打我 打你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我的天 这位先生他难道不知道唐家的背景吗 这这下麻烦大了 不过他刚才的样子确实好善 你 小子 你竟然不把唐家放在眼里 我告诉你 只要我爸唐博文一句话 你在滨海将会毫无力度之力 哦 这么厉害 那你把你爸叫过来 看他能拿我怎么样 哎呦我去 小子 你 我叫你打电话 你 我打电话就是了 你干嘛还打我 干爹 你快救我 我们未家差点被人干趴下了 狗生啊 你别急 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干爹 是这样的 那个 嗯 你子 说什么事 爸 我被人打了 对方很嚣张 还扬言 不把你放在眼里 蠢货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我现在没空 如果连这一点事都处理不好 以后别说自己是唐家的人 不是爸 对方真的很嚣张 都给我几个大笔痘了 爸 你快救我 对方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来头 是一个叫十三的年轻人 他还说打笔就是唐家的人 嗯 十三 哪个十三 小子 我爸问你 你是哪个十三 哼 这是我老大 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爸 他说他是华为集团的总裁 至于有没有其他背景 我不太清楚 杀 什么 十三 竟然是他 怎么 你认识这个十三 干爹 就是这个十三 前两天才使了阴谋 从我爸手中硬生生骗走了三千亿 导致我们未家现在债务危机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什么 这个十三竟然从卫士集团骗走了三千亿 哼 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喜欢坑蒙拐骗 我们集团的好几个董事都被他骗了 这样啊 放心吧 干儿子 我跟你妈关系这么好 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受欺负 走 我帮你报仇去 至于那什么叫十三的 老子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哈哈 干爹 你真好 什么 他竟然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那不就是我的老板吗 卫士集团的董事长 这位先生 您真是十三董事长 没错 这就是我老大 人见人爱 车见车爆胎 最喜欢吃海鲜的十三大帅笔 你们看 那是谁 我的天 那不是大名鼎鼎的唐文博 唐总嘛 他怎么也来了 我靠 看来这下闹大了 竟然连唐总都来了 这位美女 想必你认出我来了 放心 你是我公司的艺人 就算是唐家的人来了 也不行